又有一條快速道路的速線要降低到40公里了 根據新北市交通局在6月14號發布的新聞稿 新店安坑祥河路的最高速線從50條降為40 成為繼台六水耳甲線之後 另一條速線只有40公里的快速道路系統 難道台灣的交通管理真的只剩下降低速線 這個方法能用了嗎 湘河路位在新北市新店區的西北側 是為了因應安坑地區人口快速成長 導致連外的安康路跟安和路常態性擁塞 而出現的外環連外道路 然而速線條降之後 百道出現20公尺寬的新屁道路 速線只有40公里 15公尺寬的舊市區道路安康路 卻是比較高的50公里這種吊詭狀狀況 也因此當這個政策一發佈 馬上就引來不小的反彈聲浪 但是新北市交通局的說法 卻是這個路段 因為彎道多 事據不佳 駕駛人車速太快或分心 容易發生追撞 前方停等紅燈車輛等等車禍 所以問題來了 既然是快速道路的話 怎麼又會有紅綠燈呢 時間回到1980年代 當時的台灣省駐都處 計劃比照台北市的形式 沿著淡水河跟新電溪行檢環河快速道路 路線起至三重重陽橋下 以平面的形式穿越國道一號下方後 進入高架路段 行經三重板橋中河永河新電 以安坑的安河路作為終點 並且於終點旁設置跨越新電溪的橋樑 成為現在的中安大橋 後續為了紓解人口快速增長的安坑連外交通 決定將規劃中的安坑資源回收廠 專用道路一併納入 整體計劃稱之為 台北縣側環塊南端銜接線延伸至五重溪段工程 從這樣的名稱不難看出來 當時為了減少用地徵收 整條祥河路是沿著安坑地區最主要的溪流 五重溪盤興建的 更準確一點來說 大約有1.6公里的路段是直接在河川上加蓋 佔了全長4.5公里的35% 而這也就造成路線必須配合河川蜿沿 縱使在興建的時候 是以快速道路延伸線的規格施作 還另外賦予了永河次系統 中安快速道路的別名 但是卻仍然改變不了彎道眾多的先天條件 而且沿線也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設置雜道 只能以九個耗質化的平面路口 作為祥河路跟安坑地區其他道路的聯絡方式 雪上加霜的是 祥河路在通車之初 兩側就已經設置起隔音牆 但是這除了主角對於沿線民宅 可能帶來的噪音污染外 還阻礙了車輛在彎道中的視線 尤其是在路線較為蜿蜒的五重溪加蓋路段上 而這邊也正是近期調降速限為40公里的地方 根據報導 從前年1月到今年4月 祥河路發生了535起車禍 促使新店分局在去年8月直接挖開隔音牆 在破口處架設俗稱為 黑箱的流動式測速照相機 消息一出更是被安坑居民罵翻 這只有當地人才知道 本來就是在搶錢嘛 我們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政府的提管機啊 完全不能航空啊 隱藏4人這樣子來測速 就是讓我們痛苦指數加深荷包失血 至於實際效果怎麼樣呢 從道安資訊查詢網能拿到的資料來說 可以說是難以發覺有什麼明顯成效 最根本的問題來自於祥河路 全線配置為雙向各兩線道 即便是到了路口也是維持一樣的布局 使得左轉車輛只能卡在內線停等 然而整條祥河路行進的是安坑人口稠密區的西北側 造成沿線各個路口多有不小的左轉量 後來更乾脆把內線車道改成左轉專用道 造成執行車輛只剩一條車道可以使用 每到尖峰時間就經常從路口回渡 再加上隔音牆阻擋視線 使得追撞事故層出不窮 然而向各路的路寬達20公尺 即便是扣除掉兩側各1公尺後的隔音牆 以及中央1.5公尺寬的分隔島 還有16.5公尺的路寬可以使用 以標準的3公尺寬車道來說 完全具備充分的條件配置出雙向各兩線道 路口再加上一線左轉車道的規格 不過現況的祥河路 卻是把內線車道配置成3.5公尺寬 外線車道配置成4.5公尺寬 這不僅沒辦法增加多少行車效率 研究更指出當車道寬度大於3公尺時 車禍的風險也會跟著拉高 尤其是較寬的車道還容易誘使車速提升 這當然也就讓路口追撞的風險被一定程度的放大 從各方面來看 祥河路的車道配置都急需重新調整 但是目前卻沒有看到新北市交通局有相關的計畫 除此之外 隔音牆帶來的四線組隔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方面可以考慮改用透明的隔音牆 就跟兩年前曾經在環東大道事故中建議過的一樣 不只捷運環撞線跟台中綠線有這樣的配置 國道6號通車初期 甚至乾淨到需要特別畫上老鷹 防止其他鳥類沒看到隔音牆而撞上 另外一個方法則是加大彎道內側的路間 提升駕駛的視距 國道1號五陽高架橋領口下坡段連續彎道 就是這樣而劃設出超寬的路間 左彎的地方把左側加寬 右彎的地方把右側加寬 而主線在湖口下坡段 也是因為常年開放行駛路間 在右彎的地方又使用超畫線 劃設出另外一個完全禁止車輛行駛的路間 藉此來提升高速行駛時的視距 不過就跟前面的變更車道配置一樣 目前也沒有看到新北市交通局有相關的計畫 交通311之所以是工程、教育、執法的順序 正是因為當道路基礎工程出現瑕疵時 後天要再補救就會有不小的難度 這次翔河路的案例可以說是完全印證了這個理論 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隔音牆被打了洞 讓警察可以不定時架設測出照相機之後 還是難以看出明顯成效 然而更可悲的地方在於 除了把速線從原本的50公里調降成40公里之外 新北市交通局的新聞稿 更說明會評估設置區間測速 等於是又把交通311的重心放在了執法上頭 更糟糕的是 翔河路本來就是作為安坑的外環連外道路來開闢 一旦行駛效率降低的太過嚴重 會不會又導致車流回到舊市區道路的安康路跟安河路呢? 除非是為了拯救安坑輕軌的運量 不然還是建議新北市交通局重新檢討這樣的政策吧 QQ QQ kte QQ Q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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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